大家好,我是素子,本集主角是 南京出身、北京成长、香港竹梦的早逝女星、北国家人李婷 容貌与李丽华、李湘岚也就是山口鼠子几分相似 演技内敛细腻、擅长诠释悲剧人物的李婷 为少是一首陪职的年轻演员 李婷在身时的名气明显不弱相同出身的 李京方寅正佩佩、秦平、秦慧等响亮 尽管曾跃居主角却因票房失利而失去受捧良机 个性爱静好读小说不惜运动亦鲜少出席公众场合的李婷 是严峻、顾文宗等影圈前辈一致赞赏的好孩子 面对诸事不顺的困境,他默默地钻起牛角尖 在静静地于独居的邵氏影城宿舍103室投还自尽 结束25载花样年华 李婷离世后,报章杂志对寻短原因魂魄反扬等传的废扬 媒体的消费大众的好奇 令生前不爱讲话在邵氏发展频频的李婷 身后成为邵氏影城宿舍灵异事件最常提及的主角 回顾李婷四年星途 条件颇加心怀傲气的他 却有该红而未红的坎坷 家人因故分隔两地 妇女相依为命的日子 满腹惆怅的李婷 似乎连微笑都背负着难言之隐 既想关照家庭又欲发展事业 既想拥有发自内心认同的爱情与婚姻 都得考量南方的射精地位与父亲的好恶 只是纠结其中的女星岂止她一人 走上绝路的却是寥寥 李婷本名李中婷 祖籍北京南京出身 在六位手足中排行第四 父亲李书棠 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文化官员兼大学文史教授 1948年全家自南京迁居北平 为其中国政权更替李书棠 心女中婷独自赴港谋生 于长城电影公司任编剧 李婷级长曾就读陪到女子中学 基于对戏剧的兴趣 于1961年投考邵氏筹办的南国实验剧团 与秦平、行贿、于倩、夏宜秋、武马、罗列等为同学 结业后与邵氏签订八年基本演员合约 气质忧郁沉浸的李婷 在剧团受训期间已受到瞩目 从影首作文艺片《第二春》虽是只有几个镜头的庸人 却凭恰如其分的稳妥表现获得好评 十年22岁的李婷曾于受访时表示 天号内心情感变化一类的悲剧 内外吻合的酬绪 她在电影里也多饰演柔弱受难的少女或少妇 李婷所以能在众心人中脱颖而出 除天赋的内外优势 或许也与她年龄略长有关 李婷的出生年份大致有1941、1944、1946等三种版本 根据报章资料比对与其外甥瑞根六 在《我的部落格恋上老电影》留言 以1941年12月24日的说法最为真确 也就是说李婷叫一期同学中年龄最小的秦平大于7岁 年长不只让她的长相成熟 亦使她的表演蕴含深度 1964年开始 李婷陆续于明初歌唱片《山歌恋》 武装黄媚调万古流芳任颇有发挥的要角 其中又以万古流芳中宫女捕奉最为强眼 口碑观众员兼备 李婷已被邵氏列入力捧玉备军 无巧不巧原本已开拍的港泰合作片《鳄鱼和》 英女主角石艳 她也是影星间导演冯德伦的母亲 赴美静修此眼需另觅人选接替 难得的机会就降临在一心期盼单纲主演的李婷身上 《鳄鱼和》故事脱胎自莎士比亚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 爱情悲剧搭配异国风情浮以吸人眼球的短暂暴露镜头 包括配角流量滑游替身完成的正面裸露与裸 以及很可能是由李婷本人亲身上阵的背部全裸 戏剧效果叠加呈现 成果理应表现不差 未料大锅炒的鳄鱼和上映后惨遭滑铁炉 卖作口碑双输的现实 令未求戏好咬牙一脱的李婷情何以堪 更有胜者原本导演罗珍已选定李婷接替转头电貌的乐地 为抗战唯一片烽火万里情主角 致敬定装皆已完成 正欲赴台开进之际 鳄鱼和受挫恶号传来 公司考量营收决定挣钱易将由林波接替演出 后画是林波评此荣音第六届 也就是1986年的金马影后 时也命也运也 若没有鳄鱼和的赛翁德马 李婷或可因更适合自身戏路的烽火万里情窜身一线 历经幻将风波遭受沉重打击的李婷 从此心事重重郁郁寡欢 对在影圈的前途渐渐丧失信心 尽管持续有拍片通告 也都是戏份吃重的第二女主角或类主角 李婷却非但没有感到快位 反倒更觉食不我语 谈到公司将戴绿年华的第一女主角交于后镜胡燕妮 李婷坦然中饱含浓浓哀怨 我并不恨她而是自己心运不佳 如果鳄鱼和在各地卖座 今天我也是同样受公司器重的红心 从影四年间 李婷的薪酬由300港币升至1000港币 差不多等于普通文员月薪的四倍 称不上微博 但由于父亲因病退休 两人生活全靠此笔收入 仅够勉强维持开销 1966年8月29日 福拍币戴绿年华的李婷 留下亲爱的爸爸 你要好好活下去的简单一书后 于宿舍遇事引麻绳悬梁 紧急送伊丽莎博医院途中不治 亲朋故旧媒体记者推测 李婷气势的原因 因与电影工作与感情生活 均不如意关系密切 旁人眼中的李婷温和闲静 其实内心自视甚高 事业心重 无奈从影四年只觉样样不如人 便兴起做人太没有意思的念头 至于私生活方面 李婷对此颇为低调 却也深感苦恼 外传有一位论及婚嫁的实性男友 因订婚问题争执不休 也有报道指她在青年银行家与 月入400港币的寿星青年间难以取舍 更有小道消息称 李婷未至富级 急需2万港币 为此答应和一名富商订婚 她将对方给予的20万元减去治疗费后 全数交给承诺捧上主角地位的文艺名导秦健 不料秦健很快将18万悉数赌光 吃闷亏的李婷只能意有所指的抱怨 环境太复杂 关于秦健的部分上属未见证据的意测 可知的是秦健为戴绿年华的导演 是李婷在影城宿舍的邻居 也在三年后的1969年6月15日 于浴室服安眠药后自已身亡 李婷事后父亲李叔堂陷入深度悲伤 出病当日人病倒在床 无法出席女儿的丧礼 李婷的后事由少使筹办 大批隐心隐移相送 无特定宗教信仰的李婷 大恋时穿着白色旗袍 白色高跟鞋 法上戴着一朵白色玫瑰 葬于柴湾华人永远坟场 他很新鲜地娃完以后李婷 在祭调好友时痛哭失声 对记者少使片场闹鬼 致使多位隐心怕的搬家的风言风语 李婷不以为然答 李婷是我们的好姐妹 没有什么可怕 我没有搬家 其余胡彦妮夏宜秋宣传部主任何冠昌等 亦都否认李婷托梦 现身摄影棚等 鬼影床床的儿语 相较信者横信的灵异传闻 李婷希记能好好活下去的爸爸 更令生者担忧 独居沙田夏河舌村 瑞霞园的李叔堂 在逢信友人邀请下 搬往九龙同住 女儿去世四个多月后的1967年1月4日 十年58岁的李叔堂 以娶东一为由 独自回到沙田旧居 邻居见天色已晚 却未亮灯 直觉事情不妙 带警方破门入内 只见她已义警自裁 李富身上有签与港币现金与一本银行存折 经济情况上加 推估丧女之痛难以平复 才是主因 我没有好直料的衣服 一件刚做好的红色旗袍是准备过新年穿的 到台湾去可派上用场了 据悉相认烽火万里琴主角的当下 因属李廷此生最愉悦的时光 可惜后续发展不如仁义 最终造成女儿父亲天上重逢的汉事 父女俩的悲剧因侍奉中国文革而不为留在北京的家人所知 直至多年后才辗转听闻 怅然不已 李廷一生就如填词家陈迭一 以她的电影作品为发想 所撰写的悼念文 一曲山歌恋 缘迹芳流万古 从此年华争带绿 入湾鳄鱼河 缘河混沌三金 尽将欢乐损青春 想听更多李廷的精彩故事 可于恋上老电影素子频道搜寻 故事就收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